高盛集團東南亞地區前主管萊斯納 去年向美國法庭承認 賄賂一馬公司的官員和大馬政府 不過卻沒有公開涉及者的名字 卷入一馬公司貪污 醜聞舞弊案的前首相納杜斯里納吉 今天就向反貪污委員會舉報 要求索取這一份受惠者的名單 還自己清白 前首相納吉 今早到部城反貪會總部投報 希望執法單位可以盤問或引渡高盛集團前主管萊斯納 又或者向美國司法部索取他在一馬公司案中 賄賂官員的名單 以便對涉及者採取適當的兌付行動 賀官員的名單 賀官員的名單 纳吉说他曾经尝试依据美国法律程序 获取这份贿赂名单 但是今年4月被美国司法部阻止 站在公平审判的立场上 他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证据 有助于清除他在伊玛案中的污名 莱斯纳去年在美国被控时向纽约法庭承认 曾经贿赂一马公司官员和大马政府 但是并没有提及受贿者的名字 高盛集团最终也同意赔偿五国政府164亿领级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